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他来谈六四事件和他的人生 这个人最初的时候是在北大参加这个活动 后来回到正法大学 然后后来成为一个广场运动中的 在各个阶段的一个中心人物应该这么说 他的对天阳门事件的回忆是绝对的第一手资料 现在请我们的导播把嘉宾请进来 刘苏李先生您好 你好小平 刘苏李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刘苏李毕业于北大 89年的时候他是中国政法大学的教师 也算那个时候我们俩是同事 所以说当年我们几乎天天在一起 今天我很荣幸请到他来给我们讲他的1989年的故事 对他的人生的一个影响 现在苏李您给大家说几句问候一下我们的观众 大家好 明镜电视台的朋友们好 非常高兴今天来到这样的一个场合 而且我也很意外的和我当年的好朋友陈小平先生用这种方式见面 让我一下子又回到了28年前的这个今天晚上 北京时间现在是2号的晚上11点多一点 这个时候就是 我不知道小平当年你在什么地方 我现在在广场赶回学校的路上 因为第二天3号我要去接你 你还记得吧 因为3号你是四君子绝食的那个发言人 我呢是担任4号的发言人 没想到就是这个发言人我没有上岗 就下岗 没有上岗 对 他们在绝食的时候呢 我是担了一天的发言人 在这个极顿的疲劳之中呢 我就回到这个政法大学去了 然后没想到在那一天就发生了一场金寺的这个大屠杀 大屠杀呢 我印象中最深的是 在6月4号的早上 我看见你穿着一双运动鞋 跟着一批政法大学的学生从广场测回到我们住的那个平房 然后我就看到你的鞋上啊 有血丝 这是我永远忘记不了的 正好呢前两天我采访杨金丽 杨金丽谈到了这个这个六四屠杀的中的一段 然后呢他有一个观众就在这个视频后面提问了一个问题 就是说这些学生当初啊是怎么样的从广场撤出来的 而您呢是这个带领学生撤出来的一个关键性的人物 所以想呢我当时我说我会给这个观众 我给这个观众回答说我会找一个人来回答这个问题 那么今天呢你正好您带领这批学生撤出来 那么你能给大家回忆一下那个血腥的夜晚啊 然后第二天的血腥的这个故事是怎么回事 最后那几十个学生你是怎么样的把他们一个不慎的来带出来 非常好的问题小平先生 就是说是这样 这里有一个小故事 我先说一下就是 当天的4号的当天早晨大约都10点到11点前后吧 我回到了政法大学 这个第二个消息就是 我头一天就3号下午2点多3点带到广场去的 一共是27个学生 有一个学生的身份证 这个在西单路口的一个 就是相当于是受伤或者是死亡的这个学生或者市民的这个现场 捡到了一个学生身份证 这个身份证正好是我那带去的27个学生之一 我当时就是那个脑子嗡的一下就是 我不知道就是说怎么面对这样一个现实 因为这27个学生是我带过去的 那么少了一个学生回来 但是大概过了两个小时到三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吧 就是当我们处理好这个政法大学那个七聚尸体以后 那么消息传过来 就是说那个学生还在 就是很奇怪的就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说我带去这个学生身份证 在另外一个这个犀牲的这个学生的兜里头都被这个市民捡到了 那么要说起这个 当年撤离广场那个情景啊 确实历历在目啊 确实是一个像大片一样啊 大片一样 我想有一个说法呢 就是我要做一点调整啊 小平就是说 并不是说我带学生出来 那么在很大的程度上 实际上是学生 保护着这些老师 特别是在撤离的第一现场 第一现场 我记得很清楚就是说 当时我带去带走的那个 带去的那个二十几个学生 他们怕我受伤 就是把我夹在那个中间啊 这么就是从那个东南角往回撤 其中呢就是是 戒严部队的这个 戒严部队的士兵 拿着一种就是 一根就是大概有 我感觉有一米长左右 或者八十公分长的一种像 不是井棍 总之是一种那种 有点软的那样的棍子 就是说劈头就是打 就是打向这个人群 我印象当中就在我的身边 就有学生 就是当时那个脑袋就被 就是打开了 那个就是那血就喷出来了 就是当时这个学生只受伤 而没有就是倒在那个现场 所以说就是当时从那个广场 东南角撤出来的那个情景 是这么一回事 后来呢沿途我们从那个 我们从那个前门 一直从那个前三门那个大街 然后从那个往西走 然后从那个浮游街那个方向 就遮回来要向北 然后我们基本上从那个浮游街那会过来的 过来到了这个 到了当时的西单电报大楼 发生了一场就是 直接的这个对峙 直接的对峙 我记得很清楚就是说 我们的当时就是在这个 老师也好学生也好 就是说把那个人心倒上那种 像那个地砖啊 就起起来就是说 这个时候正好有一列坦克 从那个西向东行驶 西向东行驶 说实话那个时候你想我们起那个砖 去袭击那个坦克 那不能说是以卵基石吧 也差不多就是说 第一我们国民就扔不到那个地方 那只是表示了我们那个 这个愤怒啊 愤怒就是是 也有悲伤了啊 愤怒就是爆发了一种力量 那么真正的印象深刻的是在这个 我们这个扔这个地砖的过程当中的 那个坦克吊软的那个 那个就是相当于是那个 相当于是它那个火炮的那个 那个 那个 那个炮筒吧 就是对着这个人群就轰过来了 轰过来 当时它大概的角度没有调整好 那第一炮就轰到了那个西单电报大楼的 那个窗户上 你知道吗 就框的一下就是 就玻璃粉碎 那么第二炮呢就是打到了我们这个人群当中 很近的地方 那么 至少我个人就是说 受到了这个 毒气弹的袭击吧 当时是什么东西我不知道 就是说一股黄烟冒出来 那么之后就是 将近一年半的时间 也就是 也就是说到了 90年的年底 到了90年年底 就是说 我的那个嗓子眼啊 一直有一种感觉就是 好像有鹅毛在我的这个 这个嗓子脸 嗓子眼里头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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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就是停留着啊 你就老想给它咳出来 实际上根本就什么也没有 不想是因为那个 那个毒气弹的原因 那么这是一段 那么下一段呢 就是 在那个 西单这个路口 我们遭遇了这一场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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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战斗以后呢 我们从那个 西单那个路口 然后遮了以后 我们去继续向北 就往中华大学 走 那么这个过程 我们看到了 就是说 整个那个 街上那个场面啊 公共汽车 燃烧的公共汽车 然后烧成残骸的公共汽车 还有堆积如山的自行车 堆积如山的自行车 那就是满目 创意啊 确实像那个 一场 呃 战斗 或者一场战争 以后的这个画面 但是这个画面 是非常真实的啊 非常真实的 我们大概花了 有两个多小时 到三个小时 左右的时间 从西单那个路口 走回了 政华大学 走回政华大学 以后呢 就是 呃 有两个场面 就是 让我终身难忘 而且是让我在当时 非常的震撼 就是 第一呢 就是政华大学的 很多的师生 有多少 我不知道 总之呢 在那个我们 政华大学 唯一一座像样的 那个大楼前面 就是教教楼前面 呃 在这个地方 就是 怎么说呢 就是 嗯 哀伤一片吧 哀伤一片 那么 这个时候 第二个场景出现了 就是 究竟是从什么方向 是谁 呃 拉回来的 这个 七具的学生尸体 我已经完全不记得了 因为 呃 第一个场面 是你 让我非常震撼 呃 再加上就是说 已经有很多天 没有休息啊 又徒步从这个天安门广场 撤回这个 呃 正华大学 呃 路途人也非常的劳累 就是 呃 那么 我刚才说的那个 这个七具学生尸体 是怎么来的 我不知道 但是呢 就是说 我们第一时间 呃 把这个 因为当时已经到 6月4号的早晨 还是很很热啊 很热 你看啊 呃 今天的北京温度 算是凉快的啊 最高气温是22 23度 昨天 北京的最高气温 到了35 36度 呃 1号的时候 你就想 我们回到就是当年28年以前 到6月份的时候 这个即使早上10点11点的时候 气温也非常的高 我就担心就是说 尸体很快啊 就是在这个暴晒当中 呃 铺晒当中会有问题 我就跟几个学生的 呃 呃 就是一句一句一句的把这个学生尸体 排到了咱们这个教学楼的那个大厅里头 很阴凉 嗯 你刚才印象非常深刻的就是 就是我那个鞋上的那种雪滴啊 不是雪丝 是雪滴 就是我在台这个尸体过程当中 学生的那个鲜血啊 滴在了我的那个鞋子上 呃 可以说当时是一双还很贵的那个耐克鞋 因为我还记得啊大概是四百几十到五百几十块钱 嗯 1989年呃是很大的一笔钱 很大的一笔钱 呃 而且是我刚刚穿的一双新鞋就是 那双新鞋呃 呃 滴上这个雪滴以后 我保留了很久很久 呃 呃 因为中间辗转几次搬家 我现在不知道放在什么地方 很遗憾没有办法今天展示给大家看 嗯 对啊我我这个再回头来说这个 您的故事就是说我记得就是说 郑华大学呃 私生一起去广场送天安门呃 第一个花圈的时候 当时你不在郑华大学 对 你是在 我当时在郑华大 我在我在北大 对 您是在北大 那个时候呢 你怎么跑到北大去了 然后呢 错过了郑华大学这个第一个花圈的机会呢 嗯 呃 这个呃 说来话稍微有一点长啊 对没关系 你给我说对 对 我们聊天 今天嗯 OK 谢谢 嗯 这个是这样的 就是说我得到这个 呃 我要帮去世的这个消息 嗯 其实呃 晚了这个十几个小时 嗯 据说呢 他是15号去世的啊 15号消息就传出来了 但是我不知道 当时呢 呃 我在和其他的朋友办公司 呃 非常的忙 啊 正好15号晚上的一夜啊 啊 我去我带他工作 那么16号大概我还记得是一个周末啊 是个周末啊 我们计划呢 就是说呃 带着孩子去那个圆明园去玩 呃 我来说来的太突然啊 嗯 太突然 那么 很快我们就决定就是说放弃呃 当天的出行啊 放弃当天的出行啊 我就决定啊 去北京大学 应该说 我的第一感觉是对的 就是 我还要帮我 我还要帮去世 这件事情啊 呃 将引起一场轩然大波啊 我意识到就是要出大事情啊 要出大事情 我就呃 非常迅速的反应 就是这个时候我 甚至本能的反应 我回到我的那个第一母校去啊 第一母校 这个时候我就骑着自行车 飞快的回到了北京大学 回到了北京大学 当我回到北京大学以后 我看到那个场景啊 其实已经这个啊 整个的那个那个气势 或者气象已经出来了 三角地 全部贴满了各种各样的这个 呃 大字报 小字报 标语啊 还有呢 从我当时住的28楼 呃 面对这个街道的这 呃 面对街道的这一边啊 从那个房子上啊 上面还有窗户上面 呃 窗户里面啊 这就是垂下来 各种各样的条幅 各种各样的条幅 然后呢 三角地位中心的这个 这个对大 呃 应该说人山人海啊 人山人海 有呢 在那看这个各种各样大字报 还有呢 就是有抄写的啊 还有拍摄的 呃 还有演讲的人 嗯 还有演讲的人 那么就是这个气氛呢 呃 感染了我 再加上呢 就是说很长时间以来呢 呃 大家知道就是像我们这一代人 对于这个国家的进步啊 啊 还有呢 就是呃 民主的进程啊 都非常的关心 呃 甚至呢 要介入到这个过程当中来 那么我们认为呢 呃 我个人认为就是说呃 这一次啊 呃 应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契机啊 非常重要的契机啊 这是一个方面 第二个方面呢 就是呃 我也要说一说 药邦去世啊 呃 与我个人的这个呃 呃 就是一些很特殊的呃 这个感受 因为你知道我父亲在这个呃 文革期间啊 他是最早受到冲击啊 受到冲击 他端着牛棚 后来在监狱里还呆过啊 呃 作为什么走资派啊 和现行反革命啊 关到了监狱里去 那么直到1979年 我上大学的时候 他还没有完全平反啊 没有完全平反 而78 78年我的哥哥 77年我的哥哥 因为我父亲的问题 考大学他受到了影响 呃 他应该到清华来 但是由于所谓政审没有过关 那么最后他就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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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清华 直到79年我考大学的时候 政审依然有问题 那因为我来的是北大 而且读的是文科啊 读的是文科 因此没有受到太大的障碍 一直到1980年 我父亲 呃 才在这个呃 呃 活耀邦那个统一的那个平反政策 呃 这种我们讲这种观照下吧 就是是呃 或者是这种普惠下呃 才彻底的平反 还彻底平反 也就是说从1966年到1978年 在我成长最关键的12年呃呃 下度过来的 那么应该说呃 我们对这个耀邦有一种啊呃 个人的这种感情吧啊 这样的感情呃 因此他的去世呢 也激了也激发了就是我对他的这种啊 应该说呃 我们家受惠于他的这个普惠政策啊 也有这样的一种感情在里面 哎 这个我们都知道就是说我得到这个当时啊 我记得我我跟世界经济导报合作啊 我是世界经济导报的特约记者啊啊 那个我去那个时候我正在主持一个修宪项目啊 这个北京那个内传的这个修宪的讨论非常的热烈 有一有一拨人呢是啊 四通曹思源先生主持的一个修宪课题 有一拨呢是陈水明组织的一个修宪课题 还有一拨呢是首钢 这个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所主持的修宪课题 那一个北京当时有三个修宪课题 那么我呢 北京社会经济科研究所陈泽明这个研究所呢 跟张伟国那个世界经济导报 搞了一个修宪课题研究项目 然后呢我就跟张伟国之间有合作 我就经常去世界经济导报驻北京发展处 那天呢我我一早去世界经济导报驻北京发展处呢 张伟国因为他是北京的消息灵通人士嘛 他就告诉我他说小平啊要要搬去舍 那么我这一天听了我听了这首我这一天就没心情了 然后下午我就回了大概两三点钟我就回到张伟大学 你说这是15号吗 对啊 16号 对啊就是这个胡耀班叙事消息的单天啊 我就知道了 15号呢 对 新闻员播还没有播呢 嗯哼 然后我就回到张伟大学 回到张伟大学的时候我把这消息告诉这个 张伟大学的这个老师 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呢 我们住在一起是一个平房嘛 这个平房 对 大家很多人没有老婆没有孩子 所以我们一吃饭的时候就端着饭碗就在一块吃 那么我们的房子里头呢 经常就是大家端着饭碗都过来聊天 那在我那个时候呢 啊 虽然不像你有钱 但是我那时候我房子有一个电视机啊 这个电视机 然后我把这个消息说给大家听了之后呢 大家就等在7点钟看那个新闻联播 看完联播之后呢 当场就拍板要搞一个划拳送到天上门去 那就是第二天了 所以我想你当时就不在啊 你当时就不在 我还大梦 我说这个 我说这个老刘哪里去了啊 后来 你从北大港回来 你说 我记得你跟我说了一句话 他说 没想到 政法大学走在最前面 啊 我记得你是这么说的啊 这么一句话 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 然后呢 就是说 你就把精力就从北大转移到了 政法大学 但是在你转回来之前 我记得就是北大有一个叫中国魂 一个很大型的条富 这个也是你当时在那支持和资助 这个制造的 这个条富是怎么回事 因为很多照片啊 天安门广场的很多照片啊 胡耀邦的下 下面一个中国魂那几个字 是非常的醒目的 你能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中国魂这三个字 这个条富是怎么出现的吗 哦 是这样 小平就是说 呃 呃 这个 这件事呢 应该在这个 呃 就是 呃 八九民主运动当中 北大这一块啊 早期 运动的早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件事情啊 比较重要的一件事情啊 当时我就说16号早晨我去了北大以后啊 啊 那么 因为北大我毕竟熟悉嘛 那是我的母校 我就是 反正是七拐八拐 我总之让我迅速的啊 这个啊 这个走到了这个啊 呃 相当于是啊 我们讲参与这场运动非常核心的一些 呃 这个呃 这个圈子里去啊 那么找到了那个比较重要的一些人物啊 有些人呢 现在还是在国内啊 我不愿意提他们的名字 那么我进去以后呢 呃 应该说是在16号的 16号的 呃 傍晚吧 说上傍晚 就是呃 就在商量啊 就是怎么样 就是说能够啊 能够呃 能够呃 更好的推进这件事情啊 整个这个运动 那么就有人提议啊 我们呃 做一个条幅 那么这个条幅 写什么东西呢 写什么东西呢 就是呃 七嘴八舌 在这个这个呃 在这位这个朋友的这个宿舍里头啊 他又讨论了起来 当时有这么十几二十个人吧 呃 挤着的满满灯灯的的 你言我喻语 那么最后呢 就是大家有各种说法 那么最后就确定就是说用这个中国魂来表达对呃 火药邦这一生 以及呢就是人们对他啊最重要的贡献的这种概括啊 就是中国魂这三个字 我还有印象这个条幅啊 大约是三十三十四米长啊 哎 那多宽我已经忘了 因为是有几十个学生拉起来的啊 非常巨大的一个条幅 我现在都想都不知道怎么他能展开就是 如果展开的话 这整个街道岂不是就是已经给拦上了吗 呃因为走的时候我并不在现场 那麼製作呢 前往花了有N個小時 你知道就是說運動剛開始的時候 大家都沒有錢 尤其是在讀書的這些 即使清天教師也沒什麼錢 學生更沒有錢了 而我當時應該是在清天教師當中比較早的下海的人 很多人想不到其實我更早的時候就下海了 但那個時候我所謂下海呢 我是一隻腳在海裡頭 那麼我在88年就是掙到了 在當時是很多的錢 現在看來是很多的錢 那麼我就捐了3500塊錢為這樣製作這個條幅 3500塊錢在那個當時是很大的一筆錢 也正是因為這筆錢使得這個條幅的製作過程當中 非常的順利 拿出來以後呢 也非常像樣子 大概是這麼一個過程 3500塊錢 我那時候我記得我是講師工資只有80塊錢 你90幾塊錢 80多塊錢 97塊 不到100塊好像是 就是說這確實是非常大一筆錢 96塊5毛 對啊 這個說到錢的事情呢 然後我想起了那個已故的陳子民先生 就是 正法大學 這個待會我們回頭來說 你在正法大學這個籌備這個 42612輪以後的那個大遊行裡頭 你的貢獻 就是你的這個貢獻 那麼我先說前的故事就說 正法大學學生為什麼那時候的遊行隊伍那麼整齊啊 這個喇叭啊 音響設備齊全啊 就是因為陳子民先生對正法大學的學生的支持 當時呢 他就捐獻了給正法大學了三千塊錢 這樣的話 遊行隊伍裡幾乎是沒有擴音喇叭的 而正法大學一下就買了三到四個擴音喇叭 那麼因為陳子民先生已經去世了 我這個事情我可以在這講沒問題 所以說他一下子就給了三到三個喇叭還是多少 就是喇叭這個聲音很大的 就是指揮遊行隊伍 是非常非常棒的 就是這樣一個導播 對對對 那麼這個 那麼你回正法大學之後 我們就知道這個正法大學在籌備這個遊行的過程中 你這個裡頭作用就比較厲害了 尤其是這個 我們那個導播可以把這個正法大學你出錢 這個 那個出的你的那個你們那個打家具的木頭 製作的胡耀邦 你看我們現在在我的視頻上的畫面展示的是 正法大學的一個女教師畫的胡耀邦的像 然後呢 這邊是這個 後面一個是 憲 中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言論自由的那個條文的一個板塊 還有後面 第35條吧 對 第35條 然後再是後面那個再送 那個是後來我記得是 再送耀邦一城 再看耀邦一眼 這個 這個標語我還記得很清楚 是當時的 陳子民 王軍濤 我 我們這幾個人在我的房間裡頭 你一定的這個標語 這個標語我現在想起來就是說 就是 就是 後面還有一些就是 正法大學這個隊伍很整齊的 就是用木頭 製作了標語 而且呢 這個一個 這個像 都是很大的一個像 就是要四個人排 然後你 當時正在我現在 你正在準備這個做新婚家具 然後你把你的家具全部都捐獻出來 打這些木頭 你當時是怎麼做這樣一個決定呢 其實 小平也說不上是給什麼決定了啊 就是說 我在北大這個 做完這個中國魂以後啊 我想一想就是說 我實際上想回正法大學看一眼 就是說 北大那個形勢呢 就是說已經很明朗了 很明朗了 就是說上上下下 大家已經是這個 這個 高度的關注這個 要幫去世這件事情啊 而且呢 就是說 人群其實也動員起來了 那我想去正法大學看一看 就是說 我的第二母校有什麼樣的動靜啊 因為在那個 在那個之前 正法大學呢 就是說句實話啊 你是前腳走 我是跟著你 後腳到正法大學 對 那麼我三年研究生讀下來以後啊 我沒有在這個學校 找到他說我母校的感覺啊 因此呢 就是說說 我很長一段時間 我對這個學校沒有什麼感情啊 沒什麼感情 很重要的一個原因 就是那個學校不像個學校啊 不像個學校 那當然後來我們知道正法大學的這個 歷史以後 我們 我們這個更清楚了解了他這個 為什麼不像個學校這樣的原因啊 那麼他這個不像學校呢 就讓我們沒有辦法激起 對這個學校的熱愛啊 那麼 我這裡的插播 這麼小段 那麼我就回來呢 想看一眼就是 第二母校怎麼樣 沒想到回來以後 讓我大吃一驚 就是 我的第二母校 不僅啊 就是 熱鬧了起來 而且呢 就是遠遠走在了其他高校的前面 我是回到學校以後 說實話我 你不提 我已經不記得了 就是說 我們當時那個對話啊 但是我已經知道就是正法大學是第一個 把花圈送到了天安門廣場的這個學校啊 讓我大為的吃驚 也大為的受觸動 我就決定了就是說 留在正法大學 而不再回北大了 就是我是這麼不回北大的 那麼緊接著是 我現在我說 我說實話我已經 沒辦法回憶起 就是這個過程 就是怎麼樣啊 大家決定 要做一批這個 看上去很像樣子的這樣的道具吧 或者說 這個用具 能夠在這個遊行當中的 使用 這個過程我已經忘記了 那麼我只記得就是 製作 我還有一點印象 為什麼呢 因為製作的這些木工師傅 就是我請的師傅 準備做家具的師傅 當然是這個師傅正在你家做家具 你就讓他把家具停下來了 你說不做家具了 做這個遊行的這個標杆 所以說這些標杆都很專業 全是這個木匠給做的 專業木匠給做的 然後這些木頭呢 是你們家 當初從東北運過來的木頭 對啊 我去你們家 我看你們家擺了很多木頭 我還問我說你的木頭幹嘛 你說我要打家具 說後來 是 對 所以那個時候發生這個運動的時候呢 你們家的木匠正在那給你打家具 是 然後因為我們這個 政法大學 把這個第一個滑拳送到廣場之後呢 影響比較大 然後又4264二論 對學生的刺激非常非常的大 所以說師生啊 之間啊 一直準備要大幹一場 大幹一場 大幹一場之後呢 最好你回來 回來之後 那你看那個那個 胡耀邦的那個畫像是 我們那個老師 一個女教師 是 花了很多時間畫出來的 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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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那個 對 還有那個 所有的政法大學的老師嘛 所以他說要商量一下 所以這個牌子和這個畫像 活躍畫像一直就放在我們那個 住的那個小平房裡頭 基本上我的印象是這樣 對 一直放在那 後來可惜就是這場運動發生之後 這個牌子被他們毀掉了 這個毀掉這個故事 我也不是很清楚 怎麼毀掉了 我不清楚 但是非常可惜 就是歷史博物館沒有把它收走 但是這個 這個最後被毀掉了 就是這樣 就是這個 我現在資金還很遺憾 我也記不住這個故事怎麼回事 就是就是 但是我知道就是這些木頭 是你用那個用自己的這個這個那個時候的準備結婚用的木頭打製了 這個我是非常非常的清楚 這是你的一個貢獻 所以我老說 一直說 我說正方大學當初這個在運動中有這麼大的這個這個這個令人蜀目的成績 我說跟你這老牛分不開了 就這麼一個想法 實在談不上 就是不知道這個背景的人就是說 這個故事背景的以為還是怎麼樣有組織有策劃的 實際上就是巧合 正好我在準備做家具 師父就在現場 然後有現成的木材 是確實從東北運進來的 而且是 我跟大家說是特等的紅松 特等紅松非常非常好的木頭 所以說那個東西被打造出來以後 要是專業的師父打造出來又是這麼好的木頭 再加上我們這些教師的這個才藝 使得這個不僅是國耀邦的畫像 還是憲法35條的那個書寫都非常的專業 那麼確實呢 不是四個人可能是更多的人抬出去以後 因為他那個包括他那個槓 台槓 就是已經做的非常專業 也非常的這個好用 就是 那麼確實呢 給這個狀化大學的遊行隊伍啊 增加了這個 我們怎麼說呢 就是增加了這種 亮點吧 增加了亮點 就是 也就是 也就是如此而已 我想更多的貢獻實際上是那些 做這個畫像的 還有這個寫這個35條的 以及呢 抬這些大招牌的這個學生和老師 這個 我們知道就是說這個運動 從政法大學這個界限之外 您 介入了 一系列這個 所有節點的重要的活動 就在您的記憶中 你覺得值得回憶的一些關鍵性的一些 一些東西 或者對你印象深的東西 有哪一些節點 你能給大家介紹一下 是這樣 小平就是說 因為太多了 因為 我們就是 就是 有一張 五月十三號之前 不說了吧 六月二十七號到五月十三號 這個十幾二十天的時間 這個發生了很多事情 發生了很多事情 有一些事情我在線查 你剛才用所有啊 我不敢當 就是 確實呢 我在一些 在一些場合下 我是在現場的啊 我印象非常深刻的 有這麼 這個有這麼幾個 有這麼幾個 五月十三號 學生 入場的時候 就是絕食入場的時候 我在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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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還記得王丹 發表這個 絕食宣言的那個現場 就是前面的現場 我還記得就是當天深夜 當天深夜 知識界的代表 有幾個人吧 其中好像還有戴晴女士 到現場就是呼籲 這個也支持學生 也呼籲學生呢 保持克制和理性 等等 這個前期呢 我就不說了 那麼比較重要的這個事件呢 就是跟我有關的 或者說我在第一現場呢 有這麼幾個啊 第一個 就是 閻明副部長 當時呢 就是一直在 後面就是 做這個斡旋工作啊 做斡旋工作 希望呢 學生能夠從廣場撤下來 當時 閻明副部長大概是在統戰部 任部長 他是國務委員吧 我不太記得 還是政府局委員 書記是書記 書記是書記 書記就是說 我記得呢 他還有陶思亮女士 在這個統戰部 我印象當中 小平我去統戰部 還是你喊我去的 是你喊我去的 我不記得了 對 你可能不記得了 就是說 因為說實話 不是你喊我的話 我可能不會去 為什麼呢 因為說實話 我那個時候啊 就是 沒有這個 沒有這個 就是要參與 冒險的這樣的意願 因為 廣場絕食這件事情 對我的這個震動 已經遠遠超過了 就是 比如說要和官方 怎麼樣 那個談判等等 或者是 怎麼樣的達成和解 那個 當時那個局面 我覺得是非常困難的 非常困難的 那麼 因為 你這個希望我能夠到這個統戰部去 去一趟 那我也不知道什麼事兒 我就過去了 我就過去了 那麼一過去以後 看著一大屋子的人 那麼其中呢 絕大部分的人 是我們都熟悉和認識的 有一些人呢 已經 已經離開這個世界了 那麼 我到了以後 我才知道 就是 嚴明副部長 有一個說法 就是說 你們說來說去 你們能不能找一位 始終在廣場一線的 我們講就是俗話講說話靠譜的 或者反應情況靠譜的 這樣的青年教師 來給我說一說廣場的現場 到底是怎麼回事情 大概是在這麼樣一種動議下 就是我呢 就是作為一個人選 被選中了 要到這個統戰部去說明情況 就說明情況 那麼我去了以後很快 嚴明副部長就是把我喊到他的這個辦公室 我印象當中在辦公室裡面 只有我們三個人 就是嚴明副部長和陶思亮女士 再加上我 那麼我比較詳細的跟他講到了 就是我眼睛觀察到的廣場的情況 當時呢我就跟嚴明副部長講 我說無論如何 我說您應該到這個現場去看一眼 那麼百聞呢不如一見就是 特別重要的就是說您要去廣場的話 對這個學生已經絕食 大概有當時應該是十六十七號的樣子 十七十八號吧 應該是在戒嚴以前 我說對學生呢 這麼長時間的絕食和這個付出 也算是一種這個交代或者一種表示 那麼嚴部長就是說 非常快地做出了決定 非常快地做了決定 那麼他希望我跟他那個 一起能夠到廣場 那麼我也沒有猶豫 我就跟著這個 跟著這個車 就去了廣場 那這個中間有一個小細節很有意思 就是說 這個我跟嚴部長這個建議 我說為了防止這個意外啊 保證您的安全就是 我希望呢您能夠 穿成這個醫生的這個百大褂 這個 所以說呢 我現在不記得當時陶思亮女士 是不是跟著去了啊 這個請教我第一次你說 這個故事原來沒聽你講過 嗯啊對 我跟誰也沒講過 就是因為我這個很少講 對要說到這兒就是說 我這還是第一次 在一個電視這個臺的這個 那麼這個採訪當中 我來談六四的這個故事啊 以前我從來沒有接受過 這麼詳細的這個談六四的事情 那麼 這個故事也是我公開也是第一次談 就是是 那麼穿了白大褂 那麼這個 我們就一起 相當於坐著這個 相當於是坐著這個救護車 進到這個廣場裡去的 當時呢也有這個 也有保衛人員 有保衛人員 但是嚴部長好像真正帶著這個 我想保衛人員大概是 也就一個到兩個吧 有確實有真的護士和醫生 也有統戰部的其他的這個官員 再加上嚴部長 我們就一起到了廣場 那麼到了廣場近的時候 就遇到障礙了 遇到障礙 這個障礙不是別的原因 就是說 那個時候你知道嗎 就是說 每一天在傳什麼 可能要戒嚴嗎 可能就是說 軍人可能要這個 要衝進廣場啊 又什麼就是 我們講就是各種各樣的說法啊 每一天每一個事件 都是有這個翻新的 那麼因此呢就是 即使你是一個救護車 那麼依然要受到盤插 我記得當時 就是16、17號的廣場總指揮 就是張倫先生了 就是張倫先生了 那個時候呢我們認識 但是沒有那麼熟悉 而且說實話 你也沒有辦法 也沒有這種工具啊 這種通訊工具和張倫能夠聯繫下 當時呢除了張倫先生之外 還有很多人都號稱自己是那個 這個廣場糾察隊的總指揮 很多個總指揮 事實上就是說 很好玩就是說 如果你要是從那個邊緣 你最後有 你最後要 要進到那個廣場指揮部 那個地方啊 你要沒有四道到五道 所謂糾察隊長的這個 所謂首令 你是很難進去的 你就知道就是說 張倫是一個合法的一個糾察隊長 事實上還有很多這個自封的糾察隊長 嗯 這個開個玩笑 就是總之呢 就是說這個車受到了盤查 張倫呢現在在 張倫現在有前幾天采訪他 但是現在在法國當教授 這個希望他能聽到你的故事 對 嗯 那麼 那麼由於我在這個車上 你知道嗎 就是說 雖然 很多學生並不知道我是誰 哎 但是呢就是說他們看那個裝束啊 就知道就是不是從外面進來的人 而是跟是廣場內部的人 嗯 更重要的就是說我手上 實際上持有張倫以外的還有一個人 嗯 我現在記得應該是王丹的所謂的手遇 對 但是王丹的手遇 還是一個都比較好用 相當於通行令 通行令你知道嗎 就是說 就是通行令 就是我拿了這個東西以後 我在廣場可以 任意進出 嗯 那麼我是在這種就背書下 在我的背書下 就是這個車呢 才能夠進到廣場裡頭 進去的時候學生還沒有想到 實際上是 嚴明副部長來了 哎 那麼我就 這個指揮的這個車應該到什麼地方 那麼最後呢就是嚴部長下了車 然後慰問了學生 跟學生握手 然後蹲下來也跟學生這個 這個問候啊 包括他們的身體情況等等 就是 大概前後有十幾二十分鐘的時間 為什麼 因為這個消息迅速的就傳開了 你知道嗎 就是說 嚴明副部長到了這個廣場的現場 因為在那個之前啊 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 大概只有李鵬 是不是有什麼原因 他去過一趟廣場 有這回事嗎 李鵬好像沒去過 我不記得 那麼有一個就是說 相當於是嚴明副部長這個級別的一個官員 我現在忘記了說實話 在應該是在哥爾巴喬夫來的前後吧 就是他去過一趟廣場 當時我記得廣場還是這個一定騷動 就是 那麼嚴明副部長來廣場的消息傳開以後呢 那學生就往那個地方涌 你知道嗎 那這個時候呢 就是說 我就多少有一點這個 有一點擔心啊 因為畢竟就是說 是我建議嚴明副部長來 並且呢 是我隨同他這個車一起來的 一起來的 並且呢 就是說我心裡總是有一種這個 一種感覺 就是說 我要保證他能夠順利的來 並且順利的能夠出去 那這個時候我就建議嚴明副部長 我說 是不是你考慮 應該上車了啊 因為學生 這個 這個運氣的越來越多 那麼這個時候呢 就是說 嚴部長就是 就要往車上走 那個車是怎麼回事呢 他不是從兩側上車 而從那個 他也是個救護車嘛 他從後面要往上走 但是就是在他 往上走的這個過程 實際上就是 已經幾乎沒有可能再上車了 因為學生已經把那個車 全部的這個包圍起來 並且把那個 後面那個 入口啊 基本的堵死了 基本的堵死了 那這個時候就是說 他帶去的大概一到兩位 這個 這個安保人員 還有呢 這個 護士們 還有醫生啊 等等 就是他的工作人員等等 再加上我 就是 實際上是把嚴部長 扛到這個車上去的 就是我們講就是用這個 用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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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給他頂上去的 非常艱難的這個車呢 開除了廣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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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說 嚴部長 嚴部長能夠 來廣場啊 呃 我做了那個很小 很小一點貢獻 就是可能是促動他來的 最後那一根稻草 因為我相信 嚴部長要來廣場的這個 呃 決心是已經下了 只不過就是說 他想了解到最後的 那個 呃 真實的情況 呃 我想大概情況就是這樣 那麽他來廣場這件事情 應該說 呃 呃 多數是正面的這個 作用 多數是正面的作用 畢竟就是 當時的中共中央 呃 有一位這個 相當於書記處吧 我們講就是 比正部級要更高的這樣的官員呢 呃 呃 關心到了這件事情 或者說 呃 到現場來個 來跟學生這個 來見面 呃 呃 究竟還是好事情 呃 這個這個背景材料就是 我大概補充一下 就是嚴明富在當時應該是中共 上層裡頭被授權 來處理六四事件的一個關鍵性的人物 啊 這個 剛才你也提到 統戰部的那個會議 嚴明富先生主持的那個會議 那個 我沒有參加 對啊 那個 那個 您這次讓那個嚴明富先生去廣場 實際上是他第一次去廣場 那麼後面他還去過一次 就是 哦 那我就不知道 大概是 後面他還去過一次 就是那一次是穿 坐一個 坐一個車從天 從那個故宮穿出去 從金水橋 從金水橋裡穿出來 這個這個故事突然 前幾天突然有一個這個 新華社的記者 他寫故事的時候呢 他寫他在那個車上 然後我就 哦 我當時也在車上 所以我就一點都沒有記憶 我說 後來我就跟他說 我說你也在那個車上 他說我是在啊 我說我真的沒有記憶 但是我說 哎呀我說這個事件真小啊 就是我想起就是這麼個故事 就是你剛才也提到他去廣場 那麼我 那個時候我記得他特別清楚 他嚴命復使到廣場的時候 我可以 跟你們去當人質 求你們撤出廣場 那一次 那這是第二次 就是他沒有穿白大褂 他時間到了萬 這個這個十分緊迫的時候 他說我願意 我特別清楚我在現場聽他講 他說我願意跟你當人質 就是求你們離開廣場 那時候已經群情激動 根本不可能發揮任何效果 沒錯 對 但是他能盡了他最後的努力 他想把這個學生弄出去 至於廣場 至於廣場 統戰部的那個 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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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那個 斡旋會的開始呢 是聯名副召集社會上的 四個知識分子 那麼這個四個知識分子 屬於是劉曉波 周舵 鄭也夫 還有 現在的習近平的粉絲 就是鄭里肅 這四個人 哦 哦 對呀 他們這四個人 他們這四個人 跟嚴明戶座座談 然後就建議嚴明戶 跟學生、教師 直接對話 那嚴明戶說 這是侯主義啊 就給他們一個人 派了一輛車 讓他們去 請老師和學生 然後我呢 我們這波人呢 我和王俊濤那天 去了這個對話會 是怎麼回事 就是鄭也夫 開了一輛車 到我們的研究所 找到我們 說嚴明戶要請你們去 開一個會 就這麼個拉去的 這是我們這一邊的故事 然後另外 周舵呀 劉曉波呀 這個李樹 他三輛車 又拉了很多人去 最後就會 匯集到這個 這個 這個統帳部的李唐 曹水源也去了 曹水源現在已經 已經去世了 非常的遺憾 這是嚴明戶 介入這個事件的一個開始 這是我知道的一個情況 好 那麼第二件事呢 就是這個聯席會議 小平你也是這個成員之一 當然這個會議從這個動議 我並不知道 但是呢 我是應該是第一批 進入這個聯席會議的成員之一 從第一次會議到最後一次會議 恐怕我 如果沒記錯的話 大概我沒有落下 如果落下的話 也許是一次或半次 那麼 這個 在聯席會議就是說 我 我現在我都不知道 就是我是怎麼擔任這個職務的 總之呢 我擔任了職務 就是 誰認命呢 現在我已經不記得了 說句實話 是不是經過 這個民主選舉或者是 大家機場投票 我也不記得了 總之呢 就是 我擔任了這個聯席會議的聯絡部的部長 和這個 首席的新聞發言人 所以說後來你知道 抓到我之後呢 一個很重要的罪名 就是說 就是說我是這個叫 反革命宣傳煽動 你知道嗎 就相當於現在的山巔吧 然後呢 給我這個展 展示出來的這個 這個錄像啊 我都不知道 就是被拍了這麼多的錄像 就是 大量的是 我在這個天安門廣場 那個紀念碑的這個 前後左右吧 就是 搞這個新聞發布會的現場 因為從那個 我記得應該是23號以後呢 我就每一天 少了是一次啊 多了是兩次 向這個 世界各地的記者啊 這個 發布新聞 那麼 說實話 我現在也不太記得 就是這個發布的新聞 這個新聞的語言是從哪來的 我現在完全不記得了 我現在完全不記得了 總之呢 呃 我和老牧 還有還有老牧 老牧是宣傳的好像 好像他是做宣傳的 對我們兩個人呢 呃 就擔任這個角色 呃 我經常是那個 大概因為是我嗓瓦大吧 就是我經常擔任那個角色 就是發布所謂的新聞 發布新聞 那麼這個我們就不談了 就是 呃 關鍵的有一個 啊 有一個節點 這個是我認為 我經歷過的這個八九啊 現場 我認為是最為重要的一個事件 嗯 就是 5月28號聯席會議 幾乎用了一天的時間 啊 取得了一個重大的成果 嗯 就是 就是 決定 5月30號響應全球華人 大遊行 呃 撤離廣場 對 同時呢 這個發表 對時局 對時局的十點聲明 我不知道小平你還記得嗎 這個我記得 對 那麼這個起草 呃 十點聲明的 那麼是現在呢 呃 這個當年在美國留學 後來呢回到國內啊 現在是 呃 新左派陣營的一個幹將啊 嗯 我想呢他大概 我也不想提他的名字啊 就是說為了這個 對 我想你還記得 那麼 呃 這個確實 是過境遷啊 物是人非 物是人非 那麼呃 這個我們回到當年 那麼這個十點聲明 是在5月28號的這個 新聞發布會上 是我主持的 呃 這個 這個發布會上 有 我現在應該沒有記錯 他應該是由王丹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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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布會進行了 十點聲明宣讀了 然後 30號 想令全球華人大遊行的這個決定 宣讀了 呃 那麼 呃 這個發布會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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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個會議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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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场指挥部的代表柴玲和风尊德 在联系会议的表决上是投了赞成票的 他们代表广场指挥部的合法性是充足的 那么广场指挥部回头又做出决定 否决联系会议的决定 我个人认为这个否决是非法的 而这个否决 我们只能是假设 如果5月30号广场的学生能够和平的撤出广场 那么最后历史会怎么样的演变 至少不会像今天一样 那么怎么样我自己并不清楚 总之我个人感觉历史在我们的直缝当中 我看着它溜走了一次 那么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还有一个情景就是 应该是最后的情景 最后的情景 就是5月3号 你还记得吗 就是因为我下午呢 大概三点多 我带着27个学生呢 6月3号 6月3号到了广场 到了天安门的这个纪念碑下面 因为那个爵士四君子 在那个纪念碑的北侧 北侧 就他们的大本营在那个北侧 我觉得我的这个27个学生呢 就把这个就等于是接替了那个上一拨人 就把那个相当于大本营就得围起来了 那么到6月3号的深夜 那这个过程已经很多人写过了 消息是怎么传过来 就是开箱的消息怎么传过来 然后我看到了 就是说身负重伤的满身鲜血的这个受害者 就是说述说在那个屠杀一线 屠杀一线的经历等等 包括呢 小波呢 就是带着这个 带着这个学生 这个表决 撤离还是不撤离广场 那样一个现场 我都记忆游戏 那么我印象最深的就是 我一个小波一个 还有 应该有侯德剑 因为现在呢 有一个照片 后来我看过这个照片 说实话呢 我跟别人也没有讲过 就那个照片呢 因为那个照片是什么时候照的 我已经不记得了 但那个照片的情景 我还记得 就是送他们几个人 用救货车送到金水桥的前边 侯德剑呢 就是拿了 因为当时没有别的 就是侯德剑就是在挥舞着 这是相当于一个老头山 你知道吗 白色的老头山 就是表示就是说 代表这个广场的这个 多数人啊 多数人的意见 去跟戒严部队谈判 和平的撤离这个广场 大概是这么一个事件 那么 我是护送他们 到前线的 那么那两个或者三个人之一 很有意思的是 就是当我把他们送过去之后 我往回反的时候 这个时候我就不是坐车 而是我徒步往回反的时候 从金水桥那个方向 往纪念碑反的时候 大概就是在我的途中 不知道为什么广场的那个灯 突然就灭掉了 突然灭掉了 这个时候我已经忘记了 就是说 时间大概是什么时候 我已经不记得 我是不是代表了 总之呢 就是这个意义 给我印象非常的深 然后我就是急速的 就是往回跑 往回跑 因为你知道我的脑子里头呢 有两件事 第一 就是绝食的四君子 因为这是我的任务 第二呢 就是我带去的那27个学生 因为 这个 我有种很不祥的预感 就是说 因为此前啊 已经铺垫了好几个小时了 就是 我有种不祥的预感 就是黑灯这一下子 就有可能是广场开枪的那个时刻 你知道吧 这是一个生死之关 对 我就是疯了一样 就是我回 我往这个纪念碑的那个北侧 这个跑啊 奔跑 但实际后来很快 那个灯又亮了 那个灯又亮了 这种黑亮 一共两次 在我一项当中 那么 这是这个 一个非常重要的 灯一黑一亮 所以那种心里的 产生的那种恐怖的刺激感觉 很强烈 自尽劳务 应该说 应该说有恐惧 但是主要不是恐惧 主要不是恐惧 因为后面就是说 还有一个小故事 这个小故事呢 最后是由吴仁华先生 我们的好朋友 他那个用文字讲出来的 广为传播 那这里我就不讲了 也就是说 在撤离 纪念碑以前的 我们的遭遇 我们的遭遇 那个镜头也是 永生难忘 就是说 因为枪 一支手枪 还是冲锋枪 我已经不记得 反正总之 是一个 这个很凉的 那个枪管 就顶在我 这个正后脑勺 然后我的那个 后背被这个 接援部队的这个 官兵啊 就是 踹了至少有三脚 那个踹三脚 那个衬衫 我留了非常多的 恩念啊 恩念 为什么 因为几个脚印非常清楚的 留在那个衬衫上面 那么 你就知道 那个时候 我们是坐在那个 纪念碑 北侧的最后一排 最后一排 也就是说 在我们后面 已经没有学生 也没有老师了 那么 我们遇到这样的情况 这个故事 仁华呢 写得非常详细 这个故事啊 广场的这些 这些 你说死的话 你要不说 我一些都是 我也片段 我也串联不起来了 这确实是值得非常 大家都是一样 说实话 就是说 大家只能记得 那个印象最深刻的 那一些那个镜头啊 就是说 也很难连坠起来 那比如说 你说的这些情况 我也不记得了 就是说 所以说这件事呢 如果说 要还原 或者部分的还原 它的这个 真实的现场 我曾经想过啊 我曾经想过 就是至少 应该有这么 七八个 这个重要人物 或者说 我指的重要人物 就是说 在现场的 有第一感觉的 或者第一观察的 这样的人 坐在一起 大家 你一言我语 才有可能还原 一件事情 接近于真相的 那个部分 后来 这个吴仁华 写一篇文章 纪念 就是说 你在美国和他见面 他就讲到了 他6月10号 在温州 送你回北京的场面 非常的感动 这个去温州 这个情节 您给大家回忆一下 其实小平 你也是那个当事人 当事人 这个就是回来 包括 就是包括走 这是一个完整的故事 我只能简单的 跟大家说一下 就是走这件事情 就是出京这件事情 现在我们可以讲了 因为 即使追溯的话 也过了追溯期了 就是 况且就是说 我们早已不怕 这个所谓的追溯 就是这件事情 实际上是 军涛的下代命令 军涛下代命令 他说就是 你们在 48个小时之内 就是开枪之后的 48小时之内 最长不能超过72小时 要离开北京 所以说 我不知道小平 你还记得没有 就是说 我们离开北京的 当天下午 两点多钟的时候 我记得你是在现场的 我们呢 潜伏到了这个 就是北太平庄附近的一个 家属宿舍楼 电影学院 是电影学院是吧 我怎么记得是 在太平庄那一带吧 电影学院有一位老先生的家里头 OK 那么我们在那儿呢 是开枪之后 第一次我见到了军涛 第一次见到军涛 那么军涛说了这个 说了这样的话 48到72之内 因此呢 我印象当中 我们是当天的傍晚 离开北京的 是吗 还是第二天的傍晚 戴着那个草帽 对 戴着草帽 穿到了老头衫 因为那飞机还在天上飞嘛 那个飞机 没错 没错 一会儿那个飞机 然后那个小孩子来上面叫 天上飞机 那种恐怖自欺的感觉 我自己还记得 对 而呢 就是说 这里头有一个 很重要的细节啊 我不知道你还记得吗 就是说 我们实际上是不想离开北京的 是不想离开北京的 那么 我们其实共同起草了一个 请求逮捕物欲声明 那么 因为 因为我 当然我现在就是说 我自己都不能解释 就是说 因为我们躲在这个 这个人家 实际上是 也算是 也算是 那个 一个 不能说多重要吧 但是非常老资格的 共产党员的家里头 一个导演 为什么老资格呢 因为他 三几年 就是从上海 这个当时的 这个所谓的 这个热血青年啊 到了延安 是这个电影界 非常重要的一个 一个人物 我们在他的家里头 一共待了几天的时间 按理说 他们家应该有纸啊 有笔是肯定的 应该有纸啊 为什么我们这个 请求逮捕物欲声明 是写在那个 报纸的夹缝当中呢 我现在已经完全 我自己都没有办法 解释这件事情 那么就是说 这个请求逮捕物欲声明啊 并不是我们的发明 并不是我们的发明 而是因为 说实话 就是说在这个之前 我是 读过就是若干变的 那个甘地传 读过那个甘地传 就是我对这个甘地 这个请求逮捕入狱这件事情 印象非常的深刻 在很大的程度上 实际上我们是 模仿甘地的这个 精神模仿甘地的作为 我们起草了这么一个东西 就是说我们不想离开北京 我们想这个投案自首 用这个请求逮捕入议的 这种方式呢 就是我们要找一个地方 找一个地方 公开的为这个8964 作为目击证人来做辩护 来做辩护 那么 所以说我们呢 就是说这个 并不想离开这个北京 而君涛呢 这个命令对于我们来说 是非常重要的 离开北京的促动因素 那么 我们就最后决定了 就是离开北京 那么小兵 你应该还记得 就是说我们 后来往回反 从那个温州啊 实际上这个故事的这个 闭环就在这个 请求逮捕入议声明 和我们不愿意离开北京的 这个地方 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能回来 是跟前面这个 错误因素有直接的关系 如果就是说 没有君涛的命令的话 我们可能就不离开北京了 你知道吗 就是说 至少就是说 我当时在这件事情上 想法就是很天真 很天真 很幼稚 但是呢 也很坚定 就是说 那么当我们有机会 往回反的时候 那应该是义无反顾的 你还记得吗 我们是在温州 对 我们心情是一样 温州 对 我们在温州 给这个 是温州吧 我们从我们这个 从我们躲藏的地方 专门到了温州市 给这个北京市公安局 拍发电报 当然有一个细节 我已经不记得了 就是说 在拍发这个电报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声称 我们有这么一份 请求逮捕入狱声明 我现在真的不记得了 就是说 这个可以查答案 未来有机会的时候 当然可能应该不在现场 为什么呢 我不记得我们走的时候 把那份报纸带走了 这个我不记得了 对 因为电报不能写很多东西 对 因为当时呢 有一个因素 就是说 我们大概拍这份电报 还有一个考虑 就是说 能够保 相当于是个明码电报吧 就是保证 就是我们 在这个路途当中 不会这个 被这个不明的 这个身份的人 就是说 这个比如说逮捕 或者是 如何处理 就是说 大概有这样的一个考虑 这个这个故事 有些细节 我也我真的也忘了 但是我这个老导演 这个老导演家里 我是知道的 当时的 你还记得吧 对 这个当时的 现在 对 这个这个老导演 和他的太太 这个他的 他们的女儿 现在在美国 什么时候应该感谢人家 在南京的时候 没错 也有一个人帮助我们 也是一个中共老干部的女儿 帮助我们 对对对 他现在还 现在应该还在北京 对对 但是这个很大就是说 因为很恐怖啊 他们担心就是 戒业部队抓去之后 就把你毙了 根本就没有这个 没错 没错 他们就没有法律斗争的机会 对ا 当然当然从现在讲 就是说 你要去跟他们 认法律斗争 那是愚昧之极 这也是一个教训 另外一个就是说 即使你 你去了之后,他们不会给你机会,他们说当时就把你陷就地正法,就是这样,当时这种机会。 后来,我记得他们在,我记得是这样,就是我们看到他的通缉令,那么我就告诉我,既然他通缉了嘛,那么就开始讲点法律了嘛,在这种情况之下,触动我们回来了。 其实呢,就是说,反正就我个人来说吧,就是我们你知道就是我们最后决定回还是不回这件事啊,小兵,我们讨论过多少次,对吧,从早晨到深夜就是我们三个人,就是说,大概戒严令发布之后吧,不是,就是通缉令发布以后,大概我印象当中发到第八号的时候, 好像是关于这个互线联系会议的这个通缉令,这个通缉令当中,就是以什么王君涛陈子明等等为首的,是不是点到你的名字我不记得了,但是好像没有点到我的名字,那么我们是从这个通缉令,这个通缉令,对我们决定往北京反,也起到非常大的促进作用。 这个我们讨论当中是涉及到的,就是这个故事呢,我既没有跟子明谈过,我也没有跟君涛谈过,就是说,说实话就是说,我们非常吃惊就是说,联系会议被通缉,而且点了这个君涛和子明的名字,那么我们就知道就是君涛和子明是非常之危险的, 非常之危险的就是,现在说来,就跟那个请求大夫入议声明那个东西,几乎一样的天真和幼稚啊,就是说,我们有这个考虑,就是说,通过我们的暴露,能够吸引火力,吸引注意力,我们自己觉得还自己还是一个什么人物,你知道吗? 非常可笑,就是说,当然,你要说不是个人物,也是假的,只不过就是我们是一个很小的人物而已,就是说,也许能够吸引一部分火力,但是我们根本就是说,我们不清楚啊,或者说我们根本就不知道,或者没有这个意识,你想他们的火力有多猛啊,你我两个人怎么可能吸引他们的所谓火力而不去,全力以赴的去抓捕子明和君涛呢? 所以说,我说,事后想这个想法,非常幼稚和这个天真,但是当时确实就这么想的呀,有到这个法庭为这个六四辩护这个想法,还有呢,所以这个吸引火力这个想法,我觉得这个想法反映了,至少反映了就是说,那一代,就是我们这个年龄,藏的那一代人,在那个历史现场,非常真实的,甚至鲜活的那样的想法,不论今天回过头看, 多么的天真和幼稚,但是我们就是从那个状态下走过来的,如果事情放在今天,说实话,我们是不是会这么做啊,也未可知,但是呢,出发点可能会有大大的不同。 好,这个故事,我们先打住啊,这个,我知道就是说,我有一天去人民大学的大概是,哪个门,突然在有一宾馆附近开了一家书店,对啊,我就很惊讶,我就想,哎,老刘,你怎么突然开书店了,我就,有一刻夏天,我去你的书店,看那个时候,你的书店还不到现在这个位置上, 就是,八九年,三一面,对啊,你八九年,你从这个监狱出来以后,你怎么突然想着,就开一家,九一年,对啊,就是,九一年出来以后,你为什么想着,突然就开了一个书店,这样你的人生来的一个大拐弯,嗯, 嗯,嗯,啊,物理上看是个拐弯,嗯,实际上就是,没拐弯,嗯,我从14岁到现在就没有拐过弯,拐过弯,这个,只是物理状态上,就是我经常能看到拐弯,啊,开书店就是一个节点,你知道小平,就是说,啊,在监狱里头,就是说,我就,哎,想好了,啊,出了以后呢,我也跟比较近的朋友讲了,所谓的三不主 ver,就是说,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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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策或者三不主义 其中有一项的 不接受任何国内外的资助 因为我们有一双手 也就是说我们要自己养活自己 因此书店这件事 就一个生计而言 其实是我86年开始开公司 到88年又开公司 并且挣到钱 就是那件事的一个延续而已 延续而已 没有什么更高尚的考虑 但是就是说 那你为什么不去做你更擅长的 就是说生意上有更擅长的这个项目呢 这个确实就跟 为什么要开一个书店 有实际的关系了 一方面确实是小的时候的一个梦想 小的时候的一个梦想 还有一个就是说 在那样一个气氛 或者或者说那个大的背景下 我们几乎找不到一个 至少我个人认为 就是说比书店能更好的表达 我们某种持续不断的这个理想 这样一个载体 很难因为你说办报呀 办什么电视 像你们现在办明镜 好像几乎是只要一高兴 就把明镜办起来 就是那个时候根本是不可想象的 就是说也不会去这么想 因此办书店就变得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式 或者一件事情吧 就是是 当然主要的还是因为 我想因为生计上的这个考虑 就是说我们要自己写写生计 写写生计 所以说办书店这件事呢 就是说有生计的考虑 也有呢 就是延续这个理想的考虑 那么大概也就是这样吧 我有个朋友啊 这个在美国啊 他也不是所谓的圈位人士 他就说这个万圣啊 一听说万圣 他说那可不得了 我每一次去北京都要去 所以说这个我也 我也看到有一个人民网 还是人民日报上 居然官方的 一些报纸都说 您这个书店 现在是北京的文化的地标 那么您是这个 突然我就感觉 你这个书店的这个 这个书业帝国 或者叫我 我前天跟你聊天 有时候让我叫你叫 让我称你为书商 就是你这个书业帝国 或者书商的这个名头啊 怎么说怎么样攒下来的 你给大家介绍一下 他们上什么商业帝国 什么想法 就没有 从来没有这样的想法 就是书店 就是像万圣是一个 就是很小的一个书店 就是他寄托了我们 这个升级上的期待 当然也寄托了我们 这个长久以来的 这个很多想法 我想知道今天为止 也是这样 就是说 除此之外呢 就是我想呢 这个也不能赋予他太多的意义啊 毕竟他就是个生意而已啊 一个生意而已 那么在这个 虽然这个围绕着万圣 发生了那个各种各样的故事啊 那今天不是我们这个要讲的 外界也绝大部分不清楚啊 但是总之呢 就是说 首先他就是一个生意啊 首先是个生意 当然就是后来读者也好 或者是旁观者这个观察家嘛 就是说 做了各种各样的解读啊 那是另外一回事情 总之呢 就是说 书店 是我们整个人生当中 很多事情当中的一件吧 甚至在很大程度上 是我的一个副业 是我的一个副业 因为我的这个兴趣 还有很多啊 还有很多 有一些呢 是大家知道的 有一些大家并不知道 好了 你的这个猫 看着你做了那么长时间 这个节目不理它 它很嫉妒 来来 猪猪 来 你跟大家打一个招呼吧 它一直在那希望你 一直希望你注意它 哎呦 这个 还有一个问题啊 就是说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头啊 你不谈 你好像有一个说 就二十年不谈六四 在但是呢 到二零零九年六月二号的时候呢 我特别清楚的记得 那天我正在华盛顿 参加纪念六四的活动 纽约时报的那个报纸出来以后 摆在桌子上 你的那个大头照片就 很大的篇幅 对啊 好大的一个篇幅 对 这个现在我们在这个视频上 在这个视频上出现的 就是你当时的这个 这个纽约时报那张报纸上的 给你拍的大头照片 哎 我想这老刘怎么突然一下子 就出来 一开始讲话了呢 对啊 你这个转变是怎么回事呢 嗯 是这样 就是说 我刚才不提到了 那个三不主义嘛 其中呢 就是有一部 就是这个不谈这个六四 不谈这个秦城的这个经历 我不谈并不意味着 就是说我要忘掉这件事情 那么我一直这个 我一直是这个尊重这个历史记忆的 历史记忆的 这个历史记忆对于我们 不论是个人 还是这个民族 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不可能忘记 历史 那么就是说 我不谈呢 有一个有一个因素 就是说 这个说法呢 在这个比较近的朋友当中 还是那个 有些流传的就是 我希望就是六四 对于我们每一个个体而言 要把它变成财富 而不是包袱 而不是包袱 变成财富而不是包袱 那么因此就是说 如果我们比如说这个 经常要把六四这件事挂在嘴上的话 那也就意味着说 这件事会不断地分散我们的经历 分散我们现在做事情的经历 思考现在问题的这个经历 甚至是我们会掉在这个六四的这个 这个情绪当中 而不能够自拔 不能自拔 这是一个方面 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考虑 使得我确实的 在九一年出狱以后 有十几年 增加二十年的时间 我是不接受外媒 因为内媒根本有这样事情 不接受外媒 关于六四和秦城这个经历的这个采访 那么为什么零九年 我开了口 开了口 大概是好像是零八年的年底 零九年的年初 我突然意识到 就是六四已经要过去二十年了 你想一想 二十年对一个个体 对一个国家 意味着什么 那对一个个体几乎是他 最有效生命的三分之一左右的时间 对吧 我们讲就是说 再老了你啥也不是 小的时候你啥也不懂 就是说所谓有效时间 就是我们能够干事情 我们能想事情 还有能力想事情的这样的时间 大概占点三分之一的时间 那即使在一个 对一个国家而言 它也是五分之一个世纪啊 尤其是在现代这样的这个历史 急速发展这个时代 二十年的时间 我们竟然就是说 在关于六四的讨论 六四的评价 六四的包括学术的这种研究文章 更不要讲就是说 酿成六四灾难的这个执政党 政权就是没有深刻的反思 没有深刻的总结 没有就是更全面的记录 这件就是说 我意识到这件事以后 我个人都非常的震惊 个人都非常震惊 也就是说 换句话讲 就是说 二十年 我们几乎是不知不觉当中 我们就过来了 就过来了 而我是这个 当事人之一 当事人之一 我甚至有一种预感 就是说 如果我再不开口的话 也许我这一生 就没有机会再开口了 为什么呢 就是说 我就插一句 就是说 我曾经在我三十几岁的时候 我说过 我说 如果老天爷上仓 允许我活过45岁 那么45岁之后的 每多活一天 就是我赚到的一天 因此呢 到09年的时候 已经是我49岁了 你知道吗 也就是说 对 跟那个45岁 已经过去的四年了 我认为我45岁以后 我随时有可能 就是说 离开这个世界 当然为什么 是什么原因 我今天我不说了 就是 因此就是说 我有这样一种 就是突然有一种紧托感 紧托感 那么这个时候 恰巧呢 就是 纽约时报 希望采访我 那么我就 这个没有大科目 我就接受了 好 这纽约时报 接受纽约时报采访之后 这个紧接着就是 这个日本 法国 意大利等等吧 就是 有这么 我记得 五到六家 这种大媒体 这个要求采访我 包括电视 那么后来电视呢 我没有接受 我接受的全部 是纸媒的采访 也就是说在 也就是说在 六四 二十周年的 那个当口 我第一次 谈六四 比较细致的 在这个纸媒上 接受采访的 还是第一次 但是呢 说实话 跟今天是没有办法比的 跟今天 我们在这个 你在纽约 我在北京 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 谈六四的现场 回忆六四的现场 是没法比的 因为没有可能 谁给我们 这样的画面 那样的这个篇幅 让我们尽情的 能够回忆 当时一些重要的场面 回忆一些重要的镜头 回忆一些重要的人物和世界 最后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今天 这个采访时间 这个 有多少时间 破纪录的 破纪录 破纪录 但是呢 这个已经比较深厌 我还想问你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六四的经历 你觉得是 彻底的改变了你的人生 还是坚定了你人生中的 原有的目标 其实刚才 我在谈你上一个 回答你 我们在讨论上一个问题的时候 其实我已经 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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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暗喊了你 现在这个问题的 这个意思 这个答案 就是 就是 就是六四对我个人而言 只是我整个这个 经历当中的一个部分 一个部分 但是呢 就是说 说实话 我们不是今天 我说这个话 92年 91年 我出监狱以后 92年 我是第一次啊 在一个私下的场合 就是 就是谈 关于六四的这个看法 个人看法 那其中我就谈到了一个观点 谈到一个观点 而今天为止呢 我还是坚持这样一个观点 就是 六四呢 对于我们 我们整个民族 对于我们的国家 是一个重大的 这个悲剧性的事件 悲剧性的事件 换句话讲 我们这一群人 我们这个国家 我们这个民族 如果不能够正视六四 不能够越过六四这个坎 不论是用什么方式 什么时间 如果我们不越过这个坎的话 我不相信 这个国家 这个民族 会有这个 我们讲 这个重大的这个成长 或者说我们讲的成熟 政治上是不可能成熟的 也就是说 我们没有办法面对我们的灾难 我们的灾难 这个不论是 我想就是说 我们的当事人 还是呢 就是后来的这个 回忆 后来的记录者 包括自动党本身 包括自动党本身 那么这个都是没有办法 愉悦的坎 那么 还是回到就是 我个人这个话题上来 就是 对于就是六四事件 也是我整个 到今天为止 五十几年这个人生当中 一段经历 一段经历 一段比较重要的经历 一段比较重要的经历 那么 怎么说呢 就是说 它不是一个 所谓改变我人生的一个 一个 一个关键性的事件 或者是一个 六四之后是一个拐点 因为刚才我也说了 我的生意 就是我当时做生意 是八六年就开始了 八九之前好几年的时间 到八八年的时候 我们就开始挣到钱了 那么直到现在为止 就是说 我们还是在一个 小的生意场上 能够自养自的 这么 干着一间 办着一间书店 也很有意思 但是 几十年以来 我们关于这个国家的 梦想 如果说我们 有所谓的中国梦的话 那个是我们的梦想 就是有一天 我们的人民 能够像很多国家的人民一样 手持着选票 到投票箱 选举 他们的地区领导人 他们的国家的领导人 我们的人民 能够像很多国家的人民一样 遇到这种所谓的纠纷 遇到所谓的不公正 能够有一个说理的地方 活得像人一样 有基本的人的尊严 基本的人的尊严 有一天就是 我们的国家 能够真正的 刚才我也提到了 就是说 能够 让我们所热爱 这个所谓热爱这个国家 不是一个空泛的说法 而是 他什么地方 值得你热爱 值得你热爱 并不是说 我们通过宣传 通过口号 通过洗脑 让所有人爱国 这些人就爱国了 说实话 很多的爱国 所谓的爱国者 你去问问他 为什么爱这个国家 他能说上123吗 我根本就不信 他们不是说 不是真的所谓的爱国者 就是 真的爱国者 就是说 是不会这样 就是说 对待自己的国家 和评价自己的国家 那么在这个意义上讲 六四 让我加深了 就是我对国家 我对于所谓爱国 这件事情的认识 这件事情的认识 同时也让我感觉到 就是所谓爱国这件事情 是一个更加沉重的历史话题 更加沉重的历史话题 换句话讲 就是说 我们如果不能够化解 不能够化解 整个这个国家 这场悲剧 酿成的这个后患 那么我们所谓的这个爱国 是无从谈起的 无从谈起的 好啊 非常感谢刘苏李先生 刘苏李先生是 原来的中国政法大学的老师 今天呢 参加民进编辑部 人生之中节目 请他呢 他介绍了这个 1989年六四 他的亲身的经历 以及关键节点的一些 第一手资料的故事 这个特别关键 还有呢 他对1989年六四事件 对他的人生的一些 和他人生的一些影响 1989年以后 他这个创办书店的经历 我呢 表示再次的感谢 刘苏李先生 正好你的猫猫 又来找你了 又来了 所以我们那个 谢谢苏李先生 参加我们的节目 感谢我们的玩意 收听 也趁这个机会呢 向这个 所有卷到六四当中 参与六四的这个 人呢 表示敬意 特别是像在六四 这场 重大的运动当中 牺牲的 这些市民 还有学生的 我们表示这个 纪念和哀悼 那么对于这个 所有这个 因六四 而遭受苦难的 比如说前不久 在美国去世的 于志坚先生 就是 这样的人 我们表示怀念 表示怀念 也谢谢 明镜电视台 给我这样一个机会 第一次 这么详细的 这个回忆了 28年前的 很多的这个事情 也谢谢 那个小平 就是说 我特别高兴 也特别的 这个 这个颇有感触 就是我们在 用这么一种方式 最后见了面 就是 非常的感谢 也带我向 那个何老板 问好 好 再次感谢 刘树里先生 我们下次再见 谢谢大家 再见 明镜电视